我今天在认识的认识 我们在认识每一年 我们在认识的认识 我们在认识认识 我们在桃园市的 妇女发展学会 我们在认识 我们在认识 我们在认识的认识 我们在认识的认识 我们在服务区 我们就在去世上这一年 我们的老师好 我们不曾经过来 我们曾经过来 我们曾经过来 在外面的历史上 来到我们的历史上 我们也有的历史上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让我们再来 我们的历史上 我们万一的历史上 我们也有的历史上 我们也有的历史上 我们也会说 我们是一个桃园市 妇女发展中心 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在复兴地区 办理妇女的一个技能赔力的部分 那针对的就是原住民妇女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技艺传承之外呢 当然还有技能培训的部分 那也是希望说有很多原住民妇女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手作的经验 那如何将这些手作的经验 可以转换成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收入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一个系列的课程 那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资源 就是输送到复兴地区 一样就是每一个州都要到 因为我本身是平补着嘛 对支部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比较陌生一点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我在我们这里的偏乡 接受国中教课 对 然后我是来学习不同老师的一些编织的教法 对 然后以助于我之后如果教我的学生的话 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创作灵感 透过支部就让我们在地的学员 能够知道我们泰雅的一些传统 一方面就是能够让他们 因为我们在山上就业机会比较低 想说教他们一些支部的技能 能够让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用这个方式为生 当我以为道长大学的教教师 正在创作中心 就是我两种小学生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联赏的教学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应该多的一切 他们可以做一些东西 加拿大学 但是 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既能够看 居童的教学 在想法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东西